今天是母亲节 我在这里要祝福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大家早上好 差不多两个月我们没有见面了 你们都好吧 今天早上我很高兴 能够在网上跟大家来分享神的信息 今天早上的信息是讲到领受超自然的能力 圣经几字使徒行状 第二章 什么是能力 超自然的能力不是好像你是大自老 很多力量可以抬起很重的东西 那么你是大自的有这种能力 但是那些比较老的比较弱的 他们现在找这种能力呢 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能力 不是我们身体上的能力 而是超自然的能力 我们怎样领受超自然的能力呢 是有条件的 这个条件是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 领济由圣灵而来的能力 让我们充满着圣灵 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侍奉 会更加有能力和有果效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 我们要祷告 天父亲的早上我们很高兴 能够在这里来听你的话语 我们祷告圣灵来 带领我 让我能够把你的话语 很清楚地分享出来 让听的 让讲的 都能够得到照旧 我们感谢你 也感谢在座 所有的母亲们 主啊 祝福他们 生活幸福美满 因为今天是母亲节 我们要感谢他们 对家庭 对孩子 对丈夫们的付出 主啊 祝福他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 我们要看几节经文 使徒形状 第二章 第一节 五行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 从天上有响声 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所造的物质 又有舌头 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 个人头上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第五节 那时 有虔诚的 犹太人 从天下 各国来 住在耶路撒冷 这一声一响 众人都聚集 各人听见 门徒用众人的香坛说话 就生纳闷 就惊讶 西齐说 看啊 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个人 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 生来所用的香坛呢 我们 波提亚人 马带人 伊兰人 和住在 米索 波达米 犹太 加波多加 本都 亚细亚 佛里加 庞菲利亚 埃及的人 并靠近古利奈的 里波 亚一带 的人 从罗马来的 克里中 或是犹太人 或是 进犹太教的人 各 里地亚 亚拉伯人 都听见 他们用我们的香坛 并说 神的 大作为 第十二节 众人都 惊讶 差异 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人蹊跷说 他们 无非是 心酒 灌满了 彼得 和十一根使徒 站起 高声说 犹太人 和一切 就在 耶路撒冷的人 这件事 你们当知道 也当彻耳听我的话 你们想 这些人 是罪了吗 其实不 他们不是罪了 因为时候 刚到 四出 这真是 耶尔 所说的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 儿女 要说一言 你们的少年人 要见异象 老年人 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 我的仆人 和死女 他们就 要说一言 在天上 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下 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 有火 有烟雾 日头要变为 黑暗 月亮 要变为血 这都在 主大而明显的日子 末到以前 到那时候 凡求告 主明的 就必得救 第三十七节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杂心 就对彼得 和其一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 当怎么行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色 就必领受 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洗 是给你们 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眼方的人 就是主 我们神所召来的 彼得还用许多话 做见证 勉励他们说 你们当就自己 脱离这万七的世代 于是 领受他话 的人 就受了洗 那一天 门徒 夜天的三千人 都恒心 遵守 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拜饼 和祈祷 让圣灵充满 领受超自然的能力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 我们 需要了解 什么是 圣灵充满 第二点 我们 为什么需要被圣灵充满 第三点 我们 必须相信 及渴望 圣灵充满的应识 刚才我们 读过的 使徒形状 第二章 说到 五旬节 圣灵的降临 门徒接受 圣灵 受圣灵的洗 并且 说方言 用各地方的方言 总共有十五个 说 神的 大作为 五旬节到了 虔诚的犹太人 从天下各国 都回到耶路撒冷 忽然 这一千 讲生 就好像大风 一阵吹过来 圣灵就好像 舌头 如火焰 浇灌在使徒 每一个人的头上 这些来自 不同国家的人 不住在 耶路撒冷的人 他们感觉到 非常 非常的纳闷 也非常的惊奇 他们就问 看啊 这说话的 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个人 怎么听见他们 用我们生下来 所交谈的呢 他们 问这个话 其实 是有一点 看不起 加利利人这样 因为加利利 很多 耶稣的 门徒 都是遗夫 没有多大的 文化的 但是 对这些 在国外的 犹太人来说 他们 很惊讶 为什么平时 只讲 亚兰话的人 能够 这个时候 讲他们 所 生下来 去讲的方言呢 或者他们 国家的言语 所以他们 非常的惊奇 这个时候 彼得 就站起来 跟这些 人说 根据旧业圣经 解释说 圣灵 教官的事 然后 他又见证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耶稣 已经复活 成为 基督 然后 那一天 开始 耶稣的教会 就建立 领受 彼得 花的人 大概 有三千人 左右 这是 秋奇教会 教会 的建立 就在 五行节 这一天 那么 来看第一点 我们必须了解 什么是 圣灵 充满 五行节 到了 门徒都 聚集在一处 那么我们要先看 这个图片 这里 上面 那个歌 是有 蓝色 黄色 下面的是 紫色 蓝色 黄色 是 三月 到二月 就是十二个月 是我们 杨历 的业历 下面的 紫色的 是犹太人的业历 也是 一 业到十二 业 那么犹太人的业历 跟我们的农历 都差不多是一样的 是比 阳历 迟了一些 犹太人的业历 是迟了 大概三个月 左右 那么 圣经 出埃及 出埃及 三十四章 二十三节 讲到什么 所有以色列 的男丁 二十岁以上的 每年 要三次 去耶路撒冷 朝见 上帝 这三个节日 第一 就是 一夜节 第二 是五行节 第三 是 祝鹏节 一夜节 是在 犹太人的 一夜 大概就是 阳历 三夜 左右 一夜节 里面 也包含 另外两个节日 就是 一夜节 除教节 跟出手节 就是 一月十四 到一月 二十一号 左右 那么 第二个节级 就是 五行节 五行节 也叫七七节 也叫 收割节 这是在 犹太人的 三夜左右 也是 阳历的 五月底 六月初 这段时间 第三个节旗 是在 犹太人的 夜历 七月 也是 阳历 九月左右 那里 也有三个节旗 他们要去 耶路撒冷出 第一 就是 吹脚节 第二 是 赎罪节 第三 就是 祝鹏节 有时候 也叫 收藏节 那么我们来看 五行节是什么 以 五行 中文就是 五十的意思 五行节的意思 就是 五十天的 节旗 由一月节 那一个周 算起 安息日的第二天 一共过了 七个 安息日 七个 安息日 就是四十九天 圣经 有时 叫做 七七节 第七个 安息日的 第二天 就是 五十天 也叫做 五行节 这一天 在旧 有时候 也称它为 收割节 五行节 对犹太人来说 有两种意义 第一 它是 一个 农业的 街区 他们在这一天 庆祝 丰收节 向神 献祭 感恩 其次 犹太人也相信 这一天 是摩西在西乃山 领受上帝赐给的 十节 的日子 所以 这一天 也称为 感谢 立法的 纪念日 在马来西亚 我们有两个州 也是在 五月底 庆祝 丰收节 那就是在 沙巴 跟沙老爷 沙巴周 五月底 每一年 都庆祝 这个 Festival of Harvest 沙老爷 在五月底 也是庆祝 丰收节 他们叫做 Hari Gawai 我相信 以前的 仙教室 影响 沙巴 跟沙老爷的 居民 他们也用 五行节 这个日期 来庆祝 丰收节 那什么是 圣灵的 充满 或者你会 问这个问题 每一个 得救的 基督徒 不都是已经 有圣灵 在他里面 为什么 我们还是 要圣灵的 充满呢 你问这个问题 问得非常好 我们都已经 有了圣灵 为什么还要 叫圣灵来充满 不是多此一几吗 圣灵充满 有两个层面 第一 圣灵的内住 当你接受耶稣 的时候 当你相信耶稣 为你的个人的救主 圣灵就住在 你里面 这是一个 印证 表明 我们是属于耶稣 这个印证 就好像你买一本书 每一次我们 买书的时候 我们第一 做的 就是把 自己的名字 签在 这本书上 表示 这本书 是属于你的 有时候 我们到外面去旅行 销售员 有时候会告诉我 你买这个纪念品 我们会帮你 雕刻你的名字 日期 跟地点 当你拿回去 你就可以 把它当作纪念品 这个纪念品 是属于你的 这个就是一个 印证 表示 你 拥有这个东西 那么 圣经 有三个地方 告诉我们 我们 信了耶稣 我们有神 有圣灵的印证 第一是 哥林多前书 三章十六节 讲到 岂不知 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 就在你们里面吗 以弗所书 一章十三节 讲到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那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 他所应许的圣灵 为印记 第三 耶稣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 就是圣灵 叫他永远与我们同住 第二 就是圣灵的充满 你需要 你需要 满有圣灵 你需要 让圣灵 掌管 我们要一百八千 由圣灵 来占用我们自己 给圣灵 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要给圣灵 在我们身上 彰显神的工作 和活出 耶稣的生命 我们不只有圣灵 我们也要让圣灵 来充满 overflow我们 圣灵充满 重点不是圣像 不是现象 现象是 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经验 有些人 会说方言 有些人 会看到异象 有些人 会有不同的感觉 有些会笑 有些会哭 有些会躺在地上 其实 重点不是 现象 重点是 你要成为 别人祝福的管道 充满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是 基督徒 顺从圣灵 生活 自然的表现 不是模仿 而来的 加拿大书 五章 二十二节 讲到 圣灵的果子 这些人爱 喜乐 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 节制 这些是非常的重要 住在我们心里面的 不是外来的 不是天然的 如果我们的火热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信心 是天然的 你会很快的消失 当你失望的时候 当你软弱的时候 当环境对你 不好的时候 你面对很多的困难 你可能会放弃 但是当你有圣 充满你的时候 你会做出 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你会有能力 继续地做下去 我们可以 选择尽恼恕一个人 这个人对不起你 但是你要从饶恕 转为爱一个人 你选择去 爱这个人的时候 你的力量是不够的 因为这个人 做的是对不起你太多了 但是因为你 寻求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帮助 圣灵给你能力 你就选择 让圣灵来充满你的时候 你就从恨 变为牢书 你要让圣灵充满你 你才有这个力量 圣灵的充满 不是久久才一次 圣灵的充满 是每一天 需要圣灵的充满 不是历史 今天 为什么 我们不被圣灵充满呢 你是有圣灵 但是你很软弱 你是要寻求上帝 的时候 很多东西 你还是做不到 很多时候 你做了 你很会后悔 就是 我们 没有圣灵的充满 为什么 因为 我们 把圣灵 冷藏 在我们的心中 圣灵 没有办法 去操作 去发挥 去掌管你 因为 我们有拦阻在我们里面 因为我们 不顺服 因为我们 不听从 圣灵的 垂臂 圣灵的引导 圣灵的指引 我们选择 用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自己的方法 我们的思想 来去做 我们跟圣灵有什么 就有一个 opposite direction 就是 成为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 我们 选择不顺从 我们做 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去看 我们不应该去看的YouTube 我们不应该去看的电影 读的书本 等等 这些都是拦阻 拦阻你 能够让圣灵充满你 引导你 带领你 让你有更大的能力 为主做事 更有充满 那种能力 还有 我们就好像一个水龙头 水龙头 开始的时候 是很大的水 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 你那种horror 你那种信心 你那种爱 你那种 你做事情都是什么 为主而做 你看到一个 还没有信主的人 你会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火热气 帮他传福音 你会 花很多时间去 跟他在一起 帮助他 尽力而为 做出很多 神要我们做的 来 带领 我们的best 我们的朋友 来相信主 但是 但是日子久了 你就什么 慢慢的 有阻塞 就好像水浓 已经有泥土 有沙 你开的时候 就流不出来了 这个时候 我们要把这些泥土 跟沙什么 全部洗掉 重新 让圣灵 再次的 在你生命上 涌流 才能让圣灵 来充满你 第二点 我们 为什么需要 被圣灵充满 在福音书 四本里面 有两件事情 四本福音书 都有提到的 第一 就是 圣灵充满 第二 就是 主耶稣 的 受难 跟复活 其他 在四本福音书里面 很难找到 四个福音书 都提起的 同一件事情 如果四本福音书 都一起提起 圣灵充满 那么表示 圣灵充满 是非常 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 几节 经文 马太福音 三章十一节 我用水 给你们施洗 表示 你们悔改 但在我以后 要来的那一位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替他提携 也没有资格 他要用圣灵 和火 给你们施洗 马可福音一章八节 我用水 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 给你们 给你们 施洗 路加三章十六节 一汉对众人说 我用水 给你们施洗 但那能力 比我更大的 要来 我就是 给他 解鞋带 都没有资格 他要用圣灵 和火 给你们施洗 燕峰一章三节 讲到 我本来 不认识他 但那 才前我来 用水 施洗 他对我说 你看见 圣灵 降临 下来 留在 谁身上 谁就是 用圣灵 施洗 第二点 我们要 明白 神的 旨意 以佛所著 书五章十七 十八节 讲到 不要做 无徒人 要明白 主的 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 圣灵 充满 哥林多前书 二章十节 讲到 只要 神借着 圣灵 向我们 明显了 因为圣灵 参透万事 就是神 奥妙的事 也参透了 圣灵说 不要叫糊涂人 不要醉酒 因为你 如果是 糊涂的人 你就不能够 明白 神的旨意 当你被酒 灌满之后 你不可能 被圣灵 充满 这是 非常的重要 我们需要明白 神 的旨意 我们要明白 神的工作 尤其 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 整个世界 都被 新冠 肺炎 感染了 我们 马来西亚 实行行动管制 大概六七个礼拜了 忽然间 很多人生活 有很大的改变 在这个管制行动里头 我们不能出去 我们不能够做生意 我们不能够上班 很多人 非常地 非常地 彷徨 非常地 腿散 不知道 怎么办 没有生意 做 手停 口停 有些人怕事业 有些人 减刑 不知道 明天如何 有些人 会问 主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 这种事情 但是 你问为什么 不能够有 解决的答案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时候 这个特别的时候 神的手 在做什么 我们要明白 神的旨意 神在做什么 我们身为 神的门徒 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如何能够 与上帝 佩达 祂在做的事情 我们知道 在行动管制 底下 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们 没有工作 没有饭吃 有些人 在家里 不懂得怎么办 因为没有得到出去 所以我们 在成岛的时候 Joseph经常 跟我们 鼓励我们 所以叫我们 每一天 花点时间 打电话 跟那些 我们教会的朋友 会友们 来了解他们 鼓励他们 帮助他们 我们 要在这个时候 能够知道 我们身为 神的门徒 如何去跟神配搭 我们这样做 就是 明白神的旨意 能够出去 来做到 神要我们所做的事 第三点 我们要看到 就是我们需要 有侍奉的能力 撒加利亚 四章六节 讲到 万经之耶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绝书复活以后 四十天之久 向门徒显现 然后才升天 主复活以后 门徒的心是 非常的火热 愿意将 主复活的消息 传开 但是 他们很胆怯 他们切乏能力 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 你们 不要离开 耶路撒冷 要等候 复首应洗的圣灵 耶稣是用 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 圣灵的洗 耶稣知道 门徒们是软弱 他们需要能力 他们需要能力 去传福音 所以就告诉他们 上帝 会给他们圣灵 他们要受圣灵的洗 主耶稣也告诉他们 我们说 但圣灵 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 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知道地级 做我的见证 因为门徒 要建立主的教会 必须靠圣灵的能力 我们来看看 这些使徒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 这大部分都是 没有太多的文化 很多是遗夫 有一部分是 税吏 当他们要出去 传福音 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至到地级 可以不可以 靠着他们个人的能力 绝对就不可能 但是 五行之道的时候 圣灵充满了 这一些门徒 他们突然间 有了圣灵 给他们的能力 他们就放胆 传扬 放胆 宣传 耶稣 所以 他们 很快地 就把福音 传到西方 再从西方 传来东方 所以今天 你跟我能够听到福音 能够相信耶稣 也是因为 使徒们 领受到圣灵的 充满的能力 今天 才能够 把福音 传到我们这边 我记得有一个 传道人跟我分享 一个见证 说他们 有一次到国外去做 培灵会 他们住在那个酒店 第一天早上 他们吃完早晨之后 就在酒店那边 祷告 但是他的领袖 有一个 启示 圣灵告诉他说 我们要在酒店的大堂 跪在大堂 敬拜 赞美 祷告 是你跟我听到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说 不可能吧 大堂 人潮 很多 你叫我们 跪在那边 祷告 不会给人家笑吗 不会给人家骂吗 我们不如 跑到我们 所要 做培灵会的 那个会所里面 酒店里面的房间 我们祷告 不是更好吗 但是这些团队全部 都听从圣灵的吹臂 所以他们就跪在 酒店的大堂 唱诗歌 敬拜神 祷告 过了不久 来了一队 不同宗教的人 也要在那个酒店 举行他们的仪式 在另外一个会堂里面 所以 圣灵吹臂 叫他们那个时候 在酒店 敬拜祷告 就做洁净的祷告 所以他们的培灵会 在那个时候 相当的成功 所以我们要聆听圣灵 我们要顺从圣灵 我们经常看到别人 有圣灵来的力量 我们 有时候会怀疑 到底 我会不会 有这种 像他那种力量 有那种圣灵的恩赐 等等 可能你说 可能不是我 因为我不够金钱 因为我不是领袖 因为我不是什么什么 我们 可以经历 这个经验 只要你 肯相信 只要你 渴望 圣灵 也能够充满你 我们来看 使徒行证二章 三十九节那边 彼得 怎么跟那些 犹太人 讲呢 第三十八节 彼得说 你们 你们个人要 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 受洗 叫你们的罪 得色 就必领受 所吃的圣灵 因为这 使应许 是给你们 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 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 我们神 所招来的 这一节经文 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 悔改 奉耶稣的名 洗礼 之后 我们的罪 得到赦免 我们领受 圣灵 有些人说 那是在 使徒二章的时候 发生的 但是 彼得在三十九节 讲到 因为这个应许 是给你们 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 在远方的人 就是 主 我们的神 所招来的 你跟我 就是彼得 所讲的 远方的人 就是以后 还要奉耶稣的名 来相信耶稣的人 你必定 能够领受到 这圣灵的充满 所以 这一节经文 启示我们 要我们相信 我们必须 去渴望 圣灵的 应许 所以不要再 怀疑 不要再忧疑 因为圣灵 的充满 是给我们 这个时代 也是给 以后的时代的人 都受到 圣灵的充满 我们来看 刚才我们 所看到 那个图片 这个图片 里面 有三个 节旗 就是 一夜节 五行节 吹脚节 这三个 节旗 意表 新夜 三件事情 第一个 一夜节 一夜节 意表 重生 得救 耶稣 被钉在十字架 是在一夜节 他复活了 三天后 这意表 你跟我 相信了 耶稣 被钉在十字架上 你跟我的罪 被耶稣的宝械 洗干净 所以今天我们 重生 得救 我相信 我们一百巴仙 相信 这一个 那么第二 我们要来看 就是 吹脚节 吹脚节 就是意表 门徒被提 天撒罗尼迦 前书四章 十六节 有提到 因为主必亲自 从天降临 那时 有发令的声音 有天使长的声音 还有神的号声 那些在基督里 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然后 我们还活着 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 一同被提在 营里 在空中 与主相会 这样 我们就要和主 常常同在 天撒罗尼迦 告诉我们 我们也相信 有一天 我们会被提 主耶稣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在 这个世界上 我们会被提 跟祂在一起 如果我们已经死了 那么我们会在 那一天 也是会 跟主一起 被提到 营里 这一部分 我相信 每一个基督徒 都相信 所以你相信 第一部分 你信了耶稣 你口里相信 心里承认 耶稣是你的救主 你就 重生 得救 第二部分 我们讲的 吹脚节 当号角 响起的时候 我们死的 基督徒 会被 身上 我们还没有死的 也会一起 被提到 营销里面 这个我们都相信 那么剩下来就是 圣灵的充满 五行节 五行节到的时候 圣灵像一阵风 舌头如火焰 落在 门徒的身上 他们就被 圣灵充满 满有能力 那么为什么 你跟我不相信呢 我是相信 但是为什么 你不相信呢 有些人不相信 但是今天 我们刚刚 看到 我们刚刚学习到 圣灵的充满的意义 圣灵给你能力 那么我就要挑战你 我就要挑战你 可以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去相信 你一定要可目 圣灵的充满 因为圣灵充满 是给你无限 无大力量 就是超自然的能力 我们要有 圣灵的带领 圣灵的吹币 让我们能够 能够去 与圣灵同工 圣灵的同工 跟我们的想法 是不一样 但是因为你有圣灵 圣灵的吹币 你要跟随的时候 你就能够去帮助 去成为别人 祝福的管道 有一个见证 我在跟你分享 有一个下午 礼拜六下午 几年前的礼拜六下午 我正准备要睡个午觉 我太太说 好 我要跟另外一个姊妹 去探访某某家庭 那我就 很想睡觉 但是有一个声音 告诉我 说不要睡 现在就出去 我就不睡 我就跟我的太太 然后就在 我们教会的Irene姐妹 然后我去到那个家庭 她夫妇非常的 好热情 招待 又泡水 又给中西吃 但是圣灵的吹币 我太太跟Irene 她们说 心里有一个负担 就说 要上去楼上 探访一个房客 他们就 没有吃 就马上上去 探访房客 那么一开门 看到那个女孩子 的口 已经有白沫 然后身体已经硬了 原来她吃了药 自杀 所以他们就把她 抱下楼下 要把她送到医院去 但是她脚 身体都硬了 车子太小 没有办法 把她放在车子里面 又不敢等救上车 因为救上车可能会太久 就打电话 问德财 德财刚才有一辆比较大的车 就把她送到医院去 那她的脚太长了 所以 他们要把窗口开一下 把她的脚放得出去 然后才能够顺利到医院去 去到医院 我们等了好久 然后我们听到 一个女孩子哭的时候 很大声地哭 我们就放下心里 得一块石头 说 这个人活着了 我们很高兴 从这里 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 当圣灵吹笔的时候 圣灵不会乱 圣灵会跟一个人讲话 也会跟另外一个人讲话 有需要 他会跟其他人讲话 都有对阵的 如果我们 听到圣灵的声音 听到圣灵的吹笔 我们可以选择 做 和不做 如果我们选择不做 可那个女孩子 的命不能保存 如果我们选择做 上帝就拯救了这个女孩子 她今天 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很感恩 因为我们 听到神的话 我们有听到圣灵的声音 我们愿意跟随圣灵 我们愿意跟随神的旨意去做 肯定 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 上帝一定会 祝福其他的人 所以今早上 我们分享过 三件事情 什么是圣灵充满 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 我们要相信圣灵 跟渴慕圣灵 所以你跟我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做个祷告 就因为我们这个时候 要鼓励大家 要成为一个得胜者 如果你用你的能力 你是做不到 但是你必须 需要有圣灵的充满 重新欢迎圣灵到你身上 如果你愿意 我们这个时候 来做个祷告 如果你愿意敞开你的心 我邀请你 一起来跟我做个祷告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主啊 这个时候 你来充满 充满在 网上 所有愿意 成为得胜的基督徒 愿意 接受圣灵的充满的弟兄姐妹们 这个时候 我祷告 圣灵 你来充满我们 从头到脚 教灵我们 让我们 众弟兄姐妹们 都得到 主 由上头而来的能力 我们要 像初期的教会的使徒一样 得着能力 传扬福音 更有力地 侍奉你 建立教会 主啊 我们 要由 上头而来的能力 不是靠我们的能力 这个时候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 圣灵 圣灵来再次地充满我们 充满 充满 充满每一位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 从这个时候开始 成为不再一样的基督徒 为你做见证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义祷告 Amen